黄旗五福子不补羊 当归五川雄不补虚 红花五桃仁不活虚 首先说黄旗五福子不补羊 黄旗可以补气生羊 但是这个气其实是有抽调肾中的羊气为自己所用 这种纯属于拆东墙补西墙 虽然羊气短暂的是补上来了 但是时间长了呀肾就虚了 有的人用了黄旗 觉得法力呀 腰气酸软 尿皮尿急 就多是因为自身的肾气被损伤了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搭配上福子 因为福子可以温羊 能够补足肾中的羊气 又可以带动黄旗上升 增强补羊的作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黄旗五福子不补羊 其次说当归无川雄补补靴 当归呢可以补血 但没有活血 就是容易让体内发生淤度 举个例子来说 你身体的补血呀 就好比是早高峰时 突然中途涌进了一大堆车辆 你这个时候不先让前面的车辆 速度开快点走出去 那么后面迟早会发生堵持 同样的道理呀 你补血不先活血 那么后面突然补进来这么多的气血 就容易发生余制 导致血呀补不进去 还上火 所以说需要加入穿胸啊 活血 然后再补血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当归无穿胸不补血 接着说红花无桃仁不活血 那么红花和桃仁啊是很常见的一对搭配了 区别在于红花擅长画无形的鱼质 而桃仁擅长画有形的鱼质 无形的鱼质是需要搭载有形的鱼质排出体外 所以单独的用红花很难让淤血流动起来 所以需要搭配桃仁来一起让淤血排出体外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红花无桃仁不活血 29号 20号 60号 31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